哈嘍各位 歡迎回到Zoe的頻道 今天這一集的誕生呢 很... 是因為我個人的 就是在幫自己算愛情的這個訊息的時候 他媽的就是你知道嗎 怎麼樣都算不出來一個所以然 因為我最近就是對於自己的感情的訊息特別的 追根究底 然後特別的你知道嗎 一直反覆的去問 然後導致我的牌已經有點跟我說不清楚了 所以我只好透過我們今天的占卜主題 來去也讓我自己選牌 然後也讓你們選牌 OK 所以如果今天的這個四個選項裡面呢 在一開始闡述的時候 你就覺得特別的像你現在的狀況 那就非常的是你的訊息了好不好 OK 好的 那今天一樣就是主牌 然後我待會會先洗個牌 你如果想要透過洗牌來把雜念消除 然後跟我一起靜下心的話呢 你也可以參與這個步驟 那你如果不想參與的話 想要直接選牌 你也可以直接拉到選牌位置 OK 好的 那我們就先來洗牌吧 以及淨化 OK 今天一樣只有三副牌 這副牌是後來我多買的 好 好 好 啟請今天的高齡還有 宇宙們能夠給予我們四個牌組 有關下一個愛情 春天要來了沒 重點訊息給單身的孩子們 四組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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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連這裡也來 進化一下 接近今天的四組牌訊息 三副牌都能給予我們 很好的指引 好 洗一下牌 洗一下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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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eight 鋪 厲害 好 OK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好的牌已經洗乾淨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選牌的位置囉 四選一 哈囉牌組一 我們來看一下你選到的牌 然後呢 我有先抽了三張代表你們的狀況能量牌 然後我們會再依序呢 講下去你的未來 你可以當作現在的訊息也是當作一個 自己確定喔 我們有選對牌的一個訊息 好 現在第一張呢 就抽到了這個 Come to the age 但它是逆位的 不好意思喔 因為現在 我用平板拍 然後可能室內比較灰暗一點 所以就是 它的牌好像有時候我沒有對焦到 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這個 要不然我開一下燈好了啦 你們等我一下 你們自己先看一下這個圖 好 不知道有沒有好一點 她就是一個女人 然後她 應該要跳出去到這個外面的那種感覺 但是呢 她現在就是還在勇於去嘗試去看看說要不要跨出去 然後那一位的話呢 就感覺好像她有一些害怕 或者是她有一些擔心的事情 或者是她心裡面是揪著的 她 不太敢隨意的去這麼做 所以有可能現在你對於情感的一個感情狀態 有可能有這些的能量 譬如說 我不知道 要不要去認識人耶 欸我不知道 嗯 我不知道進入關係之後會不會對我是最好的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一加一會等於負二耶 之類的 可能是 嗯 你可能會擔心 嗯 對方會不會喜歡我啊 所以會不會 我就是自己沒自信啊 之類的 反正就是有一些 我不太敢害怕的這些能量在 然後導致就是跨不太出去的感覺 OK 這個是第一張主牌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有兩張小白 喔 死神牌 我的天啊 你是剛結束某段關係嗎 我覺得這個鋼可能也 能量也可以長到一年啦 就是在這一年內你可能有結束什麼關係 或者是你有經歷什麼 嗯 非常的 讓你痛徹心非齁 讓你就是完全放不下的事件 然後我現在也有一種感覺 這也可能不全全是來自於愛情的問題 可能你最近經歷了什麼人生階段的一個大轉折 或者是 與某個人 跟某個朋友徹徹底底的鬧翻之類的 有可能就是它是一個很大的情緒上面的轉變 或者是世界上來轉變 然後讓你覺得 我真的沒有辦法再相信什麼事情 然後我還蠻痛的 OK 也許這個痛已經在你的心裡了 你現在可能已經有五感 OK 它可能就是一個潛意識的漩渦了而已 因為我們人會習慣把一些負面的東西藏起來嘛 好 再來的話呢 寶劍3 OK 怎麼全部都是負面的派開啊 好 反正現在的狀況呢 就是重點訊息很簡單 痛 好不好 不敢 很怕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欸 我跟你講這種能量牌啊 我喝一下水 早上牌就是有這個困擾 很容易喉嚨很多彈 我剛剛說什麼 就是說 像這種牌的能量啊 你很有可能會心裡面想著 我就是要等待一個白馬王子 白馬公主來救我 拯救我逃出來 呵呵呵 因為 因為人在很低落 或者是對某件事情負面的時候 我們會很難 自救或者是甚至 透過自己去痊癒 我們都會想要找到 另外一個東西來去依靠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就像你可能在海上面 然後你現在溺水了 你就是想要找一個伏木嘛 你可能很難去放鬆你自己的身體啊 所以 這邊的一個小建議啦 可以觀察一下你自己的情緒 變化 你現在是偏向 我可以慢慢的自己去調整 還是就是說 你一定想要找到一個伏木呢 OK 因為這可能會影響你接下來的感情的 故事 感情的未來 好 那我先抽個兩張 兩到三看一下你們接下來 抽一下 白組一的接下來 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OK 有沒有這麼誇張啦 都一樣是死神牌耶 兩張都一樣啦 我的天啊 大家死神牌 我跟你說死神不是不好油 死神其實會帶來一個大轉變 它也就是說新的階段的來臨 所以 我覺得你反而可以鬆口氣 就是最困難的 或者是 最 你不想要經歷的 已經渡過了 OK已經渡過了 所以這邊Double Confirm 又再度出現死神 好像是 來了一個新的轉變的那種感覺 來了一個新的轉折 然後我們這邊出現很多3的數字 所以你也可以觀察 3這個數字會不會跟什麼東西 有什麼連結 譬如說 你3月的時候怎麼了 或是你明天3月會怎麼了 或是你可能3個月內會怎麼了 或是你接下來3週會怎麼了 或是 你是有混在某個 三人關係裡面嗎 之類的 可以觀察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一個死神 但是還是不夠透徹 不夠 喔喔喔喔跳出來這樣 不夠清晰的能量 King of Coin OK 錢幣國王欸 我覺得我需要來個 確定的牌卡 再抽一下 這個King of Coin呢 他是指你們的人格成長 變成King of Coin 還是是說 會有新的對象來了 我們需要來再給他補個一張 保健酒 然後我們來塞個塞子 給他定位一下 有一個三公 為什麼要拿這麼難判別的顏色塞子 處女座 好的 跟南交點 哎呀 痾 痾 你知道 最後一張是保健酒 然後他在這邊用安卡來當做保健 但是保健酒在塔羅意義裡面 其實是算一個 還正在療傷的階段 然後他還沒有徹徹底底的走出來 OK 他還沒有徹徹底底的 真的能夠看向新的階段 但是我會覺得說 因為第一張已經有一張大牌了 這個新階段已經來臨了 可是 你好像還躲在棉被裡面 有點小小的抗拒 這個新的階段的來臨 會有點被過去抓住 車後腿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當你如果 就是徹徹底底的 不被這些東西 這些能量束縛 你可能轉變成另外一個性格 或轉變成另外一個階段的你 譬如說 我就很勇敢的去闖啊 我就很努力的 跳脫某個 我的過去的一些東西啊 然後你就是做一些 你可能跟之前 不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就象征著 你已經來到新階段了 可是對於牌主義的很多人而言 我可能會覺得 好像還沒有辦法真正的 來到這個新階段 就算能量已經帶你來到新階段的 你的靈魂 或是你的某個 心理層面 好像還沒有辦法 突破 OK 可是 其實事實上 已經有新階段來臨了唷 好 你也可以去迎接這個新的人事物了 但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 人嘛 很會喜歡向後看齁 很會喜歡看後面有沒有什麼東西 或者是以前有什麼東西 所以導致有時候會有點念舊啊 有時候有點放不下啊之類的 所以會比較難看到前面的東西 但不代表沒有 它是有的 它是存在的 你可能需要 你知道 把頭扭回來 向前看這樣子 OK 因為這邊金牛的 這個金牛的能量 這個保健果的能量 它也象徵著一個 守舊派 或者是穩定派 保守派 然後我們這邊抽到的 也是處理的 就是土元素的能量 還有南交點 也是跟過去有關 三公好 就是訊息資訊 想法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會比較偏向現在想法困住了你 或者是 你自己 讓你自己的頭 向後牛了 沒有向前看 所以我接下來呢 想要另外幫 再繼續抽 如果你們 向前了 或者甚至是 願意做出很多新的事物 闖蕩 改變了 那當你跟這個新的階段的這個能量 一起合一的時候呢 會有什麼未來出現 OK 所以我們就只是時間的問題 你知道嗎 你雖然說 可能有某陣子是還是向後看的 但是我們時間上 還是會慢慢的向前嘛 對不對 大家都還是向前的 所以 來我們繼續抽 這次請給我們一個 向前的訊息 究竟會不會 向前之後呢 就對上來 向前之後會是個什麼樣的階段 欸 沒有 沒有把後面那一張衣管 向前之後呢 喔 跳錯了三張 好是吧 寶劍二 欸 有點 我現在換到一個畫面 有點像是一個人 踏在 踏在兩個 就他的腳 同時踏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再嘗試 來回舵步 看看 要不要踏要不要踏這樣 好 太陽 OMG 好 好的 然後再來最後一張是 錢幣三立位 好 我覺得你的東西可能沒那麼快來 對 因為我們現在完全沒有抽到半個 就是情感元素的拍卡 這邊三張呢 是有效 也有往前 但是也不是那麼快的那種往前 會比較像我剛剛所說的 舵步 來回看 所以你應該是有在透過一些方向去找尋 去尋覓 然後去認識之類的 因為這邊的寶劍跟前幣三也是偏認識人 或者是跟人聊天的那種能量也有可能 但不過這是一個好的階段的開始啦 已經開始在慢慢的往前了 可是我還是沒有看到對象 還沒有看到東西進來 所以你的過程可能會需要一點時間 具體時間是多長我不太確定 因為你知道大洞占卜有時候都蠻難確定時間的 好 然後接下來有權杖七 然後聖杯吧 OK 最後兩張一張是聖杯 又一張是寶劍三的 你以為又是寶劍三好了 這裡需要來個一些更詳細的拍卡 指引我們正確的訊息 寶劍 呃權杖七跟聖杯吧這邊有沒有更多的訊息 聖杯十 好 因為通常呢這邊拍感覺好像就給個三拍就差不多講完了 然後這邊的訊息看起來是這樣 因為最後聖杯二其實是有遇到對象的 但是沒有抽到那個人 具體的個性啊或者是到底是誰 好像還沒有抽到 喔等一下喔 彈 咳咳咳 抱歉 抱歉 聖杯二其實是有遇到一個 還蠻符合你心中理想的一個對象的 可是因為前面是聖杯八耶 聖杯八有時候代表著的是 離開 或者是甚至是 覺得 有點沒有勇氣做什麼事情 就是有點傷心吧 可能 覺得我自己都努力了 可是 好像也還沒有遇到這樣 因為前面的權杖其實也是一張很努力的拍卡 可是有時候你就是 你很嘗試的想要去做什麼事情 可是如果真的短期內兩個月了 都還沒有來一個 顯化 都還沒有來一個answer 沒有來一個東西的話 你就會 很痛苦啊 你就會有點放棄啊 覺得算了 老天對我不公平之類的 可是偏偏在這種時候呢 對象就來了 聖杯二 然後搭配一張保健三 他可能就是在你覺得 算了啦 沒有啦 清財啦 那種狀態之下 好像就 就遇到這一個還算匹配的人 所以你可以自己觀察一下 我們這邊已經講了整個故事劇情 你就觀察你現在 在我們所講的故事劇情的哪一個點上 然後去看看你現在跑到哪 你的進度條 跑到哪 那應該就知道還有多久了 好 因為最後一張也是聖杯十 這是一張非常圓滿情感得意的牌卡 所以說 會來 然後我目前沒有抽到是誰 那整個流程階段是這樣跑的 你就自己觀察看看需要多久 那你說這個人他適不適合 因為聖杯二通常在這都是 算還蠻匹配的 所以我會覺得是適合 我想要看一些對方的狀況牌 他這個對方的一些特質啊 能不能給予我們一些重點訊息 可以跳出來一張牌 有欸有欸 Patch of Cubs 聖杯試者 他是一個還算有點像是在琴場上面 很懵懂的那種感覺的人 就他還蠻害羞的 然後他也是一個 可能琴場上面 就算好 就算假設他談了很多戀愛 可是他還是 在跟你相處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 你會覺得他很懵懂 好像很天真的那種感覺 有時候可能是裝出來的 但是又感覺好像是真的 所以最大的特點這個人 就是他會讓你覺得 懵懵懂懂的 好像不是很懂 好像裝傻那種天真感 你知道嗎 然後有一個人是雙魚的能量 很重 雙魚的能量 就是比較天馬行空 然後比較愛幻想 甚至比較 感性一點 好感性一點 這個人他會蠻願意去付出的 我覺得 他是一個 不會吝嗇說要 表現或付出的那種人 對 他有點矛盾 同時又有點 同時又有點 你知道 假裝無知 可是同時又有點 會願意去付出 這個人還蠻 有趣的 我覺得他的能量 還蠻綜合的 好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假裝無知 還是真的無知 我覺得都可能是 好 好 你們可能的對象 那我來幫你們問最後一題 你應該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向去 尋找對象會比較 比較 有機會 排組一的人應該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向去尋找對象比較有機會 土星 雙子 三公 三公就是雙子座的掌控領域 然後我們這邊有Double雙子 雙子通常都跟資訊媒體 溝通 電腦 手機 然後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 學校 學習的領域 這些領域有關 那我剛剛說的電腦啊 手機就是有可能通過 電子 設備 交流軟體等等 當然還有我剛剛說的學校啦 實際的領地 實際的地方 或者是學習的領域 然後 還有什麼 對 沒了就是剛剛說的那些 土星有時候跟學習也有關欸 所以有可能是 學校 或某個學習的地方 或某個會讓你覺得有挑戰的地方 好 對 就大概是這樣 OK 這就是排除以你們的訊息啦 希望幫助到你們 那如果你有想要學塔羅 一行 下方有我自己以前錄的塔羅線上教學課程 你可以去看看 那 感謝你們這次的觀看 還有你的高靈 還有你的指導靈 引導你來看這次的訊息 感謝你們 那我們就換下一組囉 掰掰 哈囉 牌組 我已經先幫你們抽了一下主牌 也就是說 可能有對應到你現在的狀況之類的 那你可以當作參考看看 是不是有符合你現在的訊息 OK 這邊抽到的第一張呢 是11號的這個數字 Buy the book 然後我第一個的感覺很像是 你好像有特定的 在找尋的對象 或是你有特定的條件 或是你有特定的方向在追尋 所以你在感情可能現在 的想法是說我有一個特定的目標 或是我有一個特定的族群 或是我有一個特定的這個 這個理想齁 就是想要往這個方向去實現 OK 所以你可能有一個特定的 吸引力想法 吸引力法則 正在現化當中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這個牌的說明書裡面 還有提到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說 可能你現在現階段認識一個人 也不會想要試著讓他 去變成你的樣子了 你會反而想要尊重他的獨立個體 然後去尊重他的一切 就會想要透過 雖然兩個人都是來自於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背景 還是能夠找到一個中立點 來去認識這個人 然後也同時找到一個中立點 來互相跟他相處這樣 OK 所以是兩個很平衡很獨立的個體 所以有可能現在在吸引的人 就是這樣子的對象 OK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社團 就團隊 那個叫什麼呀 就是一個 一個社會的團體的那種感覺 Community 所以有可能呢 你也在吸引一個 能夠跟你組建家庭的人 那種感覺 好像這邊也有好多 大 大的 像 大象 帶著他的小象 天啊我好像彈了那麼多 你們可能會一直聽到我在咳嗽 可能我剛剛吃肉包 哇 第一張是魚人牌耶 我們現在有三張的 對應一下狀態能量的牌 天啊 你跟牌豬葉的能量真的不一樣 Night of Coin 這是錢壁的騎士 很帥 OK 哇喔還有一張全帳衣 喔你這邊的能量都是還蠻挺 堅強而且又很願意去闖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你可能已經在最近開啟了一個人生的新的篇章 或者是一個新的階段 然後甚至你可能也做了很多新的 勇敢的嘗試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錢壁的騎士 讓我覺得你現在的狀態能量是很穩定的 你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然後你也會去追逐 你知道你不會坐以待斃 因為這三張都其實算蠻有動力的牌卡 這張也是移動的牌卡 因為騎士嘛就是你知道這樣走走走走走 然後三張這張火元素啊 魚人牌後更不用說也很動 所以全部都是在移動 在瘋狂的走走走走走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的愛情的狀態能量 是還蠻像一個火輪子 然後瘋狂的在移動 然後也可能會遇到很多人 所以我會覺得你的對象應該 嗯可以挑喔 好 那我們就來抽接下來了 這個是你現在狀態能量 接下來你會遇到怎麼樣的對象 或者是接下來的愛情故事會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 抽一下牌卡 白組二接下來的愛情故事會如何 白組二接下來的愛情故事 好 全上酒 OK 我把它擺過來 好 我現在感覺到一個東西就是 雖然說我們剛剛說的能量都還是蠻勇敢 然後也很多放嘗試 願意去多體驗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你的靈魂給你鋪陳的接下來的這個安排啊 沒有那麼輕鬆欸 因為這邊的全上酒跟錢幣吧 同時讓我覺得 你其實也耗費了一些力量 或耗費了一些時間 在去追逐你的感情 在去追逐適合你的人 在去追逐你到底要的是什麼 雖然你可能已經很清晰要的是什麼了 可是就是也許還沒有最肯定的答案出現在眼前 所以你也花了一些時間 花了一些精力在追逐 它不是很簡單就可以 哇直接浮現在你眼前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的訊息是偏 有點挑戰性的 OK你的靈魂給你鋪陳的路是偏比較挑戰 然後去闖闖看試試看的 可能一開始會讓你覺得 嗚 可以欸我可以闖闖看 我可以試試看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不覺得說你走這條路 一開始會是很痛的 我反而會覺得你會勇於接納 很勇於接納 然後甚至是去體驗看看的這種feel 好 我目前是還沒有看到已經有對象進來 或者是有感情的好的發展劇情 目前還沒有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們一開始會稍微辛苦一點 好多權杖的能量 又是一張權杖機 我覺得你好像很努力 很用力的去追 很用力的去找 很用力的去吸引 很用力的去顯化 這種感覺 錢幣2 再抽一張 有好多2喔 權杖2 然後還有一張戰車牌 這個要解釋一下 ok 這裡後面連續出現很多2的數字 但是都跟情感無關的這個元素牌 錢幣然後還有權杖 我現在有感受到幾個感覺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說 你很努力的再去追逐嗎 然後很用力的再去吸引嗎 對嗎 但是這個用力呢 這個很努力的方向呢 接下來的這個狀況牌 都是比較偏 可能有一些選擇出現 比如說有一些可以考慮的人 或者是可能你心中也會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在想說 我要不要換一個 換個方式去吸引 或者是我要不要換個方式去考慮對象 或者是我要不要就將就了 或者是我要不要就選擇這樣子的一個人格特質 去跟他相處呢 就有可能會遇到一些情況讓你需要自己去反省 自己去重新檢視你自己 我到底想要吸引什麼樣子的人 甚至也有可能你會不經意的降低了你原本的標準 所以你會遇到一些僵持的能量 就是 因為情況沒有這麼直接的順你的意 可能你原本就是一個性格喔 非常的矛盾的人 甚至是你很有自己的個性 所以說才會在吸引顯化的過程當中 需要花費一點時間 而且甚至也會重新去調整你自己的那個吸引的原本的定位點這樣 所以這三張都是偏這樣子的意思喔 然後也還沒有進入關係 他就是一直在調整的感覺 我會透過接下來的牌看一下 你的靈魂或宇宙是否建議你去調整 還是你就是應該要跟隨原本的設定 看一下接下來抽到什麼 好的 錢幣4的逆位 惡魔牌 我跟你說 這裡沒有一定要怎麼樣 沒有一定說 你就是要跟隨原本舊的設定去顯化 或者是你就是要換一個新的設定去顯化 沒有 你就是可以透過接下來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一個 調整僵持不下的階段 來去重新檢視 我應該要怎麼做會是更好的選擇 你可能會 這個水溫也是4 那個水溫也是4 就是你可以都調整 你沒有一定要說 強迫自己待在某一個選擇裡面 你可以都試試 所以 這邊惡魔牌大錢幣4 我覺得 像是一個 中間的考驗 讓你去更知道該怎麼去往前 OK 你遇到一個十字路口了 所以呢 這個惡魔牌你看喔 它上面有兩個人 你會遇到對象的 但是 這邊我覺得 你還沒有肯定這個對象就要定下來 或者是你還沒有肯定 這個人就是你的 很命中入定的人 因為你的原本的設定 就是在這個時候 在 在 變化 就是在 移動 你原本的 中心點 所以導致 這個過程呢 就是一直在考 考量你 一直在 要你重新的去 去思考 你知道嗎 天啊 怎麼那麼複雜 為什麼那麼複雜 我覺得那麼複雜 我的天啊 我命自己讀出來的訊息 我覺得覺得很複雜 還是 我 覺得你們 好啦 沒關係 繼續抽啦 我另外給你們看到一個答案 都覺得到這個階段 你的心智應該也已經有點消磨 消磨掉了 好幸福喔 好 好啦 有一個變化來拍來了 塔牌 15 16 同時出現 大牌 15 16 5跟 5跟變化的 的 的這個意思有關 5喔 然後6 這個塔牌也是 的變化 開銷 開銷 等一下喔 想要衝抽 所以 突然一大堆大牌出現 哇 你這個剛剛所說的考驗 真的是 還蠻長一段時間的 最近好多大牌喔 你一直在猶豫欸 你一直在來回舵波 然後他就是一個考驗 所以有可能透過這個考驗 會出現一個 讓你覺得 我到底該不該接納他呢 這樣子的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這個惡魔牌 好像一個人喔 所以真的很有可能會出現一個 考驗你心智的人 因為他可能就跟你原本設定不一樣啊 所以你才會考慮啊 好 沒關係我們繼續抽吧 這個惡魔牌也不一定是出現一個人 有可能也是一個事件 或是一個過程 讓你去重新考慮 我要不要改變我原本的設定 好 來吧 我看看啊 錢幣3 錢幣皇后 然後還有冒牌 保鮮石 聖杯試著 然後還有冒牌 保鮮石 聖杯試著 我都會覺得雙方都是偏 比較偏向是你可能就試試看吧 你可能一開始並不覺得 這是一個命中注定 或者是這是一個 我很確定的關係 你就會想說 喔好吧 試試看囉 阿不然還能幹嘛 還能怎麼樣 但我覺得你還蠻偏向於 願意去接納的 因為這邊的 錢幣皇后 還有這裡的聖杯試著 我都覺得 雙方都是偏 能夠尊重 而且能夠去 接納彼此 能夠去真正的客觀認識彼此的人 能夠去真正的客觀認識彼此的人 你跟你這一個對象 好 對象囉 就是有遇到囉 但是這個對象會比較偏向是 你不覺得他 會是最適合的那種人 OK 因為這個人就是在考驗你 考驗你要不要重新去 做一個 自我的 中心點重設 之類的 好 總之呢 這個對象他是一個 跟你一樣 都還蠻能夠 去看到彼此獨特那一面的人 然後不會強求說 我們一定要 把彼此拉進一個漩渦 或者是成為 成為對方的樣子 不用 你們都還蠻能夠 有各自的這一個 角度去認識的 然後這張有一個 寶劍石 看一下 這是 這是 這我覺得比較像對方 那種兩排耶 他好像 正在經歷一個人生上面的 負面能量 痛苦能量的感覺 但是他可能不太會讓你知道 他可能有他自己那一面 痛苦的問題 然後也 表面上很樂觀的人 對 我會覺得你可能也沒有想要探究太多 因為你就是單純享受隨便啦 反正我又沒有很 吃這個 這一道菜 我又沒有很 享受他 我一開始就講到隨便而已啊 你可能一開始 就是也沒有想說要 認識他很多 好 好 我們接下來再看一下牌卡 還有沒有別的訊息 你看這組牌的牌也太多了 好 我覺得我想要做一個整理的牌 Overall了 讓我一下哈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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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溜 ok 再個筷子 這個 那個什麼 我看一下 水瓶 水瓶的能量 好 還有一公跟月亮 我確定一下喔 走一下 Yup 水瓶的能量 一公還有月亮牌 我覺得 那個對象齁 可能沒有讓你確定要跟他相處 最後的這邊壓底牌呢 也都是比較偏你一個人自由 或你一個人還在探索 然後還有保健流 也像是移動 繼續走看看的那種感覺 所以最後的訊息都比較偏 你仍然在找尋 你仍然在摸索 我的天啊 我覺得可能也跟你原本就是 不太想要馬上定下來也可能有關 因為第一張魚人牌 也是一個還蠻愛闖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的人格可能現在還是 有點矛盾耶 就一開始想說我有一個特定的目標 可是又偏偏我也想要闖 我也想要去多走 多走走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 你知道你現在能量的狀況有很多種 所以這個後面顯化出來的這個牌卡呢 是也可以有很多人去選擇 也可以有一個人去選擇 但問題就是說 你並不覺得說我特別特別的跟他們有 對到眼或對到線 你可能相處了一陣子還是覺得 啊我還是在自由一下 我還是在看看好了 也還蠻一個隨性的耶 你還蠻隨性的你知道嗎 你們這邊的牌還蠻動蕩大的 就是一下子想要那樣 一下子也想要這樣 一下子呢 這個也看看不錯 相處一下子就覺得算了算了算了 天啊 所以你現在的狀況好像 對於長期的穩定發展也還在觀察 沒有這麼的擠著投入 所以最後的牌才會是這樣 但我覺得你們是一個可以吸引很多人的人 就是因為你自己的人格特質很 很複雜的漂亮 所以可以吸引那樣的也可以吸引這樣子的 可以有不同的這個變化性 我覺得你們這組牌既矛盾又有不一樣的訊息 所以說 你們的人格特質可能會隨著時間去轉化去轉變 像這種牌啊 就是最難算的一組牌 你可能隨時都還會改變你的未來你知道嗎 我這邊就是只是接到現在你狀況的未來狀態能量牌而已 可是還是會隨著你的變化而去改變 因為你這組牌的人就是沒有辦法被拘束住 沒有辦法被肯定 沒有辦法被 現在說這樣就會是怎麼樣 好難喔 Yup 我覺得這就是你們牌主要的訊息 我真的盡力了 我真的盡力了 我跟你講 你們這組牌的訊息呢 真的是挺矛盾的 我都覺得 我需要重看一下 來去檢查一下 我有沒有哪裡覺得 講的不太 不 不夠 不夠順之類的 或者是有問題之類的 我就覺得我可能要重新檢查一下 但anyway 你們這組牌就是 訊號很多 好 變化很多 你可以自己再去重新有 看一些不同的大眾占卜 來去更 follow你現在的狀態能量走到哪裡 因為我自己也會這樣 我就是會看大眾占卜 然後去選牌 然後看說 啊我現在的狀態能量走到哪 到哪到哪 那那個狀態能量會吸引來怎麼樣的未來呢 那我可能就會大概知道 接下來會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多半也很蠻準的啦 就是 因為我的狀態能量隨時在改變 所以 Yup OK 感謝你們 如果想要學塔羅牌的話 想要學這麼複雜的塔羅牌 喔 我之前有 呃 錄了一個線上的塔羅牌教學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我底下都有連結 然後呢 感謝你們的高靈還有指導靈 在參與這次的牌卡訓練 希望我幫助到你們 我們下一組囉 拜拜 哈囉 排圖3 我們一起來看你選到什麼牌 那 我現在有先抽了幾張你們的能量主牌 代表的是你們現在的狀態能量 如果你覺得不符合的話呢 你也可以重新選牌 OK 好 現在的第一張有一個這一張 A leg up 他是你以為的 就是 你看他的這個圖喔 就是有一隻小熊 然後 他要判這個大熊 所以 就是有互助 互惠 互相怎麼樣 的意思 然後他原本的排譯呢 是有講說獨立 好 就是原本你可能是一個 一個人很孤單 然後 現在呢 命運有送了一個人 要來幫助你 然後看你要不要來接納 這樣子 那他也有可能別的意思 就是說 你現在還蠻 還蠻孤獨的 還蠻獨 獨自一個人完成很多事情的 有時候你可能會甚至 就是不想要有別人來幫助你 因為 你已經習慣了 這樣子的一個人的生活 一個人的獨立 所以難免就是會害怕 其他人介入你的生活 或其他人來幫助你 OK 但不論怎麼樣 他這張牌都還蠻有 其他人來幫助你的意思 然後 你必須得 開口 詢問 或者是開口去 往前 你可能 要接納這個 恩惠的那種意思這樣 然後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是說 這個是完全 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跟這個 剛剛所說的意思 是另外一個相反面 所以也有可能 有些人有對應到 就是說可能你 長期都在依賴別人 OK 你在情感上面 可能有時候都 痾 會把自己的重心 放在對方身上 或者是情 就是有時候情感上面 你會很難獨自己一個人 完成很多事情 所以 你會習慣性的依賴別人 或者是想要尋求別人的幫助 或者是不斷的尋求 塔羅 或不斷的尋求 各式各樣的幫忙 來去 讓你自己更安心 可是呢 這樣子做 有可能 恩 沒有辦法完成獨立 你沒有辦法完成你的自我價值 自我特質 因為你不斷的在依賴東西 OK 我不清楚你是哪一個能量 因為剛剛講的這兩個能量呢 都還蠻 是張牌的意思的 一個是 反方向 一個是正方向 好 那我們來繼續看一下 現在說的都只是你現在的狀態能量喔 所以你就是對應一下 有沒有符合這樣就好了 再來有一張聖杯衣 這也是你現在的狀態能量牌 然後還有一張魔術師 喔有兩張衣耶 我真的覺得可能你現階段 已經有出現的一些 感覺還蠻可以發展的人 因為有聖杯衣 然後你自己的情感也是 還蠻有湧現出來的 所以或許 你已經開始願意去 去看看是否這個人是不是適合的 或者是感覺 好像有一些有機會的人出現的 好 因為這個魔術師也是一個多方機會的意思 可是魔術師在這逆位 會讓我覺得他 不是很肯定自己要的是什麼啦 然後聖杯衣也是 他才剛開始而已 所以 可是你現階段呢 還在 還在慢慢的接納你自己 還在慢慢的接納 到底應該要怎麼 怎麼前進下一個階段 怎麼應該怎麼執行 應該要不要認識這個人 要不要往前 要不要 做某些行動 要不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你現在就現階段就是還蠻 像這個熊上面的小孩一樣 就是都還在嘗試 或者是都還在摸索探索吧 好 那我剛剛前面有講到 有可能會有人來幫助你 所以呢 可能接下來會遇到一些貴人啊 來去幫助你開花 OK 好那我再來抽仔細一點 好我們透過頭牌 再抽更多訊息 看一下白組3接下來的訊息呢 連續跳出來兩張耶 一張是錢幣3 一張是錢幣5 OK 那這邊 抽一下別的 Clarify 拍 錢幣3跟錢幣5 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像9 OK 我覺得你接下來在情感可能會遇到一些 算是挑戰吧 或者是你覺得難關 你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這樣子做 有可能這個情境呢 是什麼 譬如說你遇到一個人 然後你真的不知道他該怎麼樣 跟他繼續往下一步 或者是你可能遇到了 你現在單身 然後現在有人要介紹給你某個對象 但是你就是真的不知道到底該不該去 好 反正就是 現在 或者是 未來很近期 會發生一件事情 然後讓你覺得 喔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然後他會對你來說挑戰壓力挺大的 那至於真的情境上面是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因人而異啦 我剛剛只是 做一個例子 例舉 但主要能量就是你會真的不知道 怎麼辦 好煩耶 真的那種感覺 OK 他是壓力的 他是覺得難的 你會覺得沒有辦法一個人獨自完成這件事情 好 來繼續看 喔 戀人牌耶 Oh my gosh 我實在覺得你應該是有遇到某個人 或是遇到某個 有機會遇到對象的情境 你知道 因為戀人牌一定就是有愛情來 沒錯 可是這一個愛情會讓你 不知所措 會讓你 不知道怎麼辦 不知道我到底該不該這樣呢 因為你可能之前都習慣 也許一個人 去 思考 但當今天有另外一個對象要來的時候 你就 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做自己了 OK 現在很快速的飛出一張牌卡 我看一下 Wow 叫中牌 Oh my gosh 這兩張是 真的很像戀愛婚姻的牌卡 OK Herofurn and Lovers 這也很感覺是這戀情已經 不單單只是戀情了耶 他還蠻是命定的關係 或者是甚至是神聖的關係 或甚至是 你必須度過的一個關係 你必須去體驗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可能 你很近期內 如果你現在都沒有出現這個的話 就是很近期內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未來關係 Wow 那你們現在在實現一個戀愛耶 而且這個戀愛不是隨便談談的 好 那我們來繼續看一下會抽到什麼 好 保健二逆位 你到底是在 不知所措什麼啊 我覺得可能這個事情對你來說很新鮮吧 或者是很 不是在你能力範圍內 因為你最近都不是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就 還蠻 讓你 不知所措的 看一下 我現在感受到一個訊息是比較偏向你的這個對象也 會期待你們的關係不要這麼快 他可能也會想要慢慢的去體驗 可能他是一個還蠻體貼的人吧 他有沒有什麼意思 接下來的訊息 OK 按摩牌 按摩牌 有一個水瓶座 然後還有木星跟二宮 我覺得你的焦點是 很難有這種情感的連結 因為這邊的牌卡 除了大牌以外 小牌都是 你知道錢幣或保健 在前面這邊 我會在想說 有可能你現在在 認真付出的領域 主要都是以工作 或人生為主 所以有時候就會比較難去發展自己的情感 因為這對你來說要開啟它 會是一個風險 所以你會很害怕有另外一個人闖入你的世界之類的 可是你又有點忌期待 又害怕受傷害這樣子 所以這個惡魔牌才出現 就感覺對你來說 這是一個挑戰 這是一個考驗 可能就是實際到了 該讓你去做 你知道 新的一個階段的展開 也就是 愛情 OK 新的階段的來臨 所以你很快的會出現一個 讓你苦惱的對象 而且這個對象呢 還蠻命定的 還蠻應該要去 要去認識看看的那種感覺 不管你到底會不會接納它 就是可以認識看看 OK Patch of Ang 寶劍的逝者 我發現你有很多murmur 就是心裡面有好多好多的想法 啊怎麼辦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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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那個嗎 還是怎麼樣的 可能你遇到它之後這個想法就變很多了 就是變得 思維很多 沾心很多 焦慮很多 好可能 像 就是 有點過不暇集的那種感覺 OK 然後再來有一張是 權杖寺 這個權杖寺好像是約會的感覺耶 所以還蠻近期會出現 你知道 約會啊 或是 欸 一起去哪裡玩啊 的這種畫面 然後一起去景點 OK 因為這個權杖寺 它的背景 剛好是日本的那個大 大阪那邊 欸不是大阪 那個那個那個是啥 我前幾 前幾個月才去過京都的景點啦 對對對 Queen of Ang OK 寶劍皇后 可能通過這一次約會之後呢 你 呃 觀察了它很多 我覺得你一直在觀察 你一直在考慮 你一直在看看他到底 是不是一個適合的人 OK 所以這邊Queen of Ang 看起來很像觀察為主 好 再看更多 接下來呢 再來又一張戰車牌 這個人看起來有讓你動心 可是這個動心的程度不大 因為你的內心一直是 比較瘋起來的 有連連這個第一張牌也是偏 冰山啊 好 但是有聖杯一 其實瘋起來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是想打開的 但是就是需要慢慢來 可能 這個人沒有辦法那麼快 讓你相信 也許你在情感上面 本來就是比較慢熟的人這樣 好 然後又有一張聖杯二 絕對會有很多 有機會 而且還蠻曖昧的時刻 OK 我想要看一下指導靈高靈悲 你們的這段關係的訊息 不然這樣下去沒完沒了 我都沒有看清楚 你到底是有沒有要往前 怎麼樣 就是有一些交往約會而已 然後就 沒有一個總結 我想要看一下他們的總結 或者是他們的訊息 他們的訊息 換個白酬 他們要給你們的訊息 指導靈對於這段關係 想要說 哇 獵人牌 OMG OKOKOK 兩張二欸 然後獵人其實也有點餓的意思 就雙方啊 獵人OK 很棒 然後還有一個保健二 跟 錢幣二 我是覺得你的心可以再打開一點 他們的想法也是偏這樣 就是你可以多去感受 多去體驗 多去嘗嘗看這個味道 你不用想說 喔我打開這個包裝 我就一定要把它全吃完 不用你可以先聞聞看 然後 甜甜看 然後還有 吃吃看 OK吃一小嚼 OKOK 然後 再慢慢的 再體驗更多 酸的甜的苦的辣的 這樣 對你知道嗎 不用就是 喔連開個包裝都很害怕 或者是說 喔我連 嚐一下都不太敢這樣 你就可以 多去 你知道 投入更多一點 我覺得投入更多一點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邊就是也希望你們 你們能夠投入更多一點 然後來去 才能選擇嘛 才能選擇嘛 你沒投入怎麼就選擇 怎麼知道你要不要 怎麼知道 這個到底是不是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 這邊他們還蠻鼓勵你去嘗試看看 尤其這個緣分呢 我是覺得還蠻挺有緣的 因為這邊有緣的牌都出現了 但我跟你說 不要因為我說有緣 你就說阿這個一定好 不要說有緣就一定好 就是說 就算有緣 也是你自己去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feel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緣 好不用因為 什麼月牢啊 什麼我講說 欸很有緣 你們就一頭腦再進去 不用不用 就是先 你知道 你自己體驗為主 好 我再抽一下 那還有沒有最後的這個 他們之間發展的訊息 或是你的愛情的訊息 還有沒有其他的 聖杯三 月亮牌還有 魚人牌 這幾張也都是 去享受去體驗去感受 去嘗嘗看的牌卡 OK 因為月亮也是 聽從你內心直覺 聽從你內心感受 聽從你內心感受 然後 魚人就是試著去行動 試著去發展的牌卡這樣 所以 Yep 我想你們應該可以get到他們的意思 那麼 我看看喔 還有什麼想要幫你們問的 我看看喔 有沒有需要幫你們問的呢 有沒有需要幫你們問的呢 OK 我甩個甩子問一下 還有沒有什麼需要幫你們問的 水星 水星 處女座 八公 我覺得這邊的問題 可能你們之後遇到的問題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判斷 到底要不要跟他進入關係 可能你會一直在 猶豫判斷 但是就是一直沒有一個衡量點 沒有一直沒有一個評估的標準點 你知道 雖然都是大家都跟你說 啊 感覺看看啊 聽你的Fu啊 可是 你還是會覺得 我很難有一個標準點 不然我們來灑一個標準點 衡量的標準點 是什麼 基準點 巨蟹 OK 六宮 跟太陽 衡量的標準點就是說 你跟這個人日常生活 日常相處 譬如說你們可能一起煮飯啊 如果可以的話一起煮飯 或是可以一起去散步啊 或是一起去運動啊 或是一起去打球啊 一起去玩遊戲 一起去跳舞 就是做一些日常生活的活動 或是一起去爬山什麼的 你就是如果說跟這個人一起怎麼樣 怎麼樣做一些活動 你都覺得很安心 你都覺得很 可以靠得住他 靠得住他 可以跟這個人一起合作 可以跟這個人一起相處 是安心的 那就可以 這就是一個指標 對 好 可能你們現階段真的是 嗯 心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 僵硬或者是 嘗試想想看的能量吧 所以說才會需要一個 慢慢能夠讓你感覺到溫暖的人出現 那這邊看起來是有這樣子的一個人 你可能還在慢慢的打開這個輪子 打開這個世界觀當中 不急好不好 不急 你就去體驗看看吧 OK 那這邊大概是排除3你們的訊息了 希望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學塔羅牌的話呢 我以前有錄了一個線上的塔羅教學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看底下的留言區 簡介區那邊都有網址 那非常感謝你的高齡 還有指導您來看這次的訊息 OK 我們換下一組囉 掰掰 哈囉牌組四 我們一起來看你選到什麼 那這裡的牌卡呢 已經有獻錯了三張 代表你的近期的能量牌 你可以對應看看有沒有屬於你現在的狀態 如果沒有的話你可以重新選牌 好 這邊有一張27號的Exchanging Gift 這樣他講的是 能夠互相的去給予 互相的去付出 OK 互相的去交換 所以有可能呢 你最近是可以出現一個人 你們互相的去付出 然後接收 給予 接收 所以就是很平等的去交流 這樣 那如果最近沒出現呢 你也可以期待 有這樣子的一個人可以出現 因為這個Gift就是一個禮物嘛 他就是一個 你知道 驚喜 好 然後還有兩個狀況牌 我們來看一下 Queen of Cups聖輩的皇后 Oh my gosh 很Elegant 優雅 那還有一張Hermits影視牌 好 我覺得這兩張都是很知道自己在幹嘛的牌卡 都是很知道我該怎麼去前進 我該怎麼去 去面對人世間的情情哀哀 我該怎麼去 該怎麼去付出 但同時也願意接納 就是很知道自己的界線的人 OK 然後後面那張影視牌呢 有時候會是指說 這個界線反而太強了 就是我們自己對於自己 與他人之間的界線感太強 導致我們自己有時候是會覺得孤單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自己 好像 在一個小島 然後荒島的這種感覺 因為我們的界線感太強了 可能我們不習慣接受別人的幫助 也不習慣跟其他人交流 因為有時候就是 你只要保護好自己的能量已經很難了 然後甚至不內耗已經很難了 所以就是界線感當然得強一點 所以可能現在的狀態 有時候會界線感太強 有時候太會保護自己 或是有時候在情感上面 可能會很難去真的跟人有接納付出 然後甚至是就是一來一往的這個能量 有時候會比較難去有這樣子一來一往的能量 因為你可能習慣性的想要先收好自己的能量 或者是先保護好自己的東西吧 有時候會這樣子 但是Exchanging Gift的主牌呢 卻是說能夠去互相的 你知道付出給予付出給予 然後甚至是接納給予接納給予 就是能夠互相交流啦 所以也許接下來會有不一樣的人 或者是有不一樣的禮物出現 能夠讓你有交流 好 到底會出現什麼樣子的情境或人呢 我們還是要抽牌看一下 因為現在這些牌都是偏你自己的狀態能量牌 那影視牌看起來也有點像在找尋什麼 或者是在挖掘什麼 然後跟這個禮物也蠻像的 就是都有一種驚喜感 或者是有一種 突然出現的這種感覺 或者我可能會覺得會不會接下來的這個人 或者是事情 或者是慢慢的就突然出現的呢 OK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 我現在說的是假設 OK我沒有很確定 我就是感覺好像有這種feel而已 我們還是要透過抽牌來更肯定 第一張又是全帳9 怎麼每一組牌好像都是全帳9 好 全帳9跟那影視牌好像 都是拐著全帳 我覺得你的心靈是沒有這麼堅強的 可是你硬要堅強 會有點重情緒在 然後有全帳3 OK有兩張全帳 還有一張保健試者的妮威 這裡我需要來一些Clarify的牌 需要來一些 看一下這是什麼意思的牌卡 哇有一張戀人欸 又有戀人牌 我覺得這三張有可能是在講你跟某個人之間的相處情境 那全帳9通常是辛苦的 或者是感覺需要繼續堅持下去的 全帳3也是 你可能有丟了一些東西出去 但是也還在等消息 或者是也還在等結果 然後patch of ang 就是保健的試者逆位 讓我覺得你好像 有點找不太到方向了 也不知道自己的定位點的這種感覺 有點像瘋一樣 飄來飄去的 所以有可能你在接下來的 下一個人生感情階段 會經歷這樣子的過程 就是感覺我需要堅強 我需要繼續堅持 我才可以等來結果 我才可以等來我要的東西 可是呢這個保健的試者逆位 會讓你覺得 我真的不太確定到底能不能等來 而且有點慢慢的失去自我方向感了 可是原本的你們是很有自己方向感的 很知道自己的方向的 可是偏偏這個外界的實相 會讓你越來越 就是影響你自己的原本的觀點的這種感覺 所以這些有可能是因為一個人 一個人引起的 因為有戀人牌 又有可能是在愛情上面出現什麼情境 然後引起的 這樣 好 我們繼續看齁 喔 塔牌 OK 這個塔牌讓我有一種內心的感覺是爭執 好像你會跟某個人起爭執 或者是可能接下來你的感情世界會出現什麼樣的爭執 這個爭執是突然的 或者是有什麼樣子的吵架 什麼樣子的鬧煩 鬧什麼東西的感覺 然後又有一張全章絲 然後又有一張全章絲 我先再確定一下 好 這個後面帶大家一張牌 全章絲後面再來一張 保健皇后 OK 你可能會需要這個增值 這個突然的這個事件有可能就是gift了 就是可能是宇宙禮物 或者是這個事件的禮物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爭執 或沒有這個突然的爆開的話 它不會帶來後面的穩定 你不會這麼的肯定你要的是什麼 你不會這麼肯定這件事情的答案 這件事情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如果說假設這邊是一個對象的話 它一直讓你覺得你真的不確定 它到底是不是對你有意思 那可能你們之間會出現什麼樣子的大事件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吵架 什麼樣子的衝突 或者是突然的事件來讓你更肯定 這個人到底在想什麼 這個人到底是怎樣 你也更肯定 你自己應該用什麼樣的角色去面對它 OK 這個是例子 因為感情真的會有很多很多的不同情境 我沒有辦法一一舉例子 但是這邊的能量牌看起來 就是從我們一開始講的 開始能量 就是你可能很知道自己的界限 你也知道該怎麼樣建立界限 但是有時候會界限建立的太強了 導致你會很難去給予其他人東西 OK你會想要我接納就好 我接受就好 然後你感覺也是偏一直在堅強 一直在等待消息 一直在等待結果 然後等得有點失去自我的界限了 但是會出現一個事件來讓你更 知道你自己的下一個階段 而且應該怎麼前進 而且應該怎麼樣去發展 OK 這個能量牌是這樣子 可是至於是不是跟某個人 或者是這個情境實際上面是怎麼演 你可以自己去 聯想一下 因為 情境太多了啦 真的很難去包羅萬象 包羅萬象 好 然後接下來有錢幣吧 想要修復什麼東西 想要 得到什麼東西 你看起來想要得到什麼 所以想要很努力的去修復 很努力的去 很努力的去克服 所以 我們在假設 假設 在剛剛說的這件事情 根本是跟某個人鬧翻 那可能 你很努力的想要去挽回 跟他之間的情感 或者是挽回你們之間的 種種事件之類的 那這個錢幣吧 就是感覺想要挽回 想要努力什麼 想要追追追追尋什麼東西 OK 那看起來你是有追到 OK Sorry我一直講OK 就是一個口頭層 錢幣試著看起來像是有追到 或者是有看見你的想要 你的希望是可以實現的 所以 到時候可能你有一個希望吧 或是你有一個想要追追追的目標 它是可行的 它是可以實現的感覺 但是需要你不斷的去付出 或不斷的去努力 然後再來還有兩張 一張是Queen of Wong 一張是Temperance 截肢 這兩張暗示著說 你到時候會需要去學習怎麼樣 平衡 因為你會 本來是想說 我就建立好自己的界限 然後我可能連付出也會想說 我猶豫要不要付出 我不確定要不要付出 甚至我會少付出 可是經過這一連串的洗 洗禮下來 這一連串事件 你會有時候會付出的太多了 因為你會被這些事件搞的說 我一定要很努力的去給予 我一定要很努力的去付出啥的 可是這邊就是最後比較偏向是 你必須要平衡這個界限 付出跟接收的界限 所以有時候你不需要你自己去這麼主動 你可以適當的主動 然後其他的就讓對方 或是讓其他的宇宙 來去給予你這個層面的幫助 你是不用always都接納 都是被動的那一方 但你也不能always這樣 你也要有時候是主動 然後給予的那一方 所以你們這一組的課題比較像是 給予跟接納之間在找尋平衡 所以這個是你的課題 那也會是他實際演繹的一個情境變化 所以有可能你跟某個人之間 都一直在演這樣子的劇 然後你必須得要去衡量平衡這些東西 好 來還有沒有什麼這樣的訊息要給牌組 是 皇帝牌 OK但是他是你以為的 你再繼續抽 現在有四張牌我們一起來看 皇帝牌的逆位 然後還有全張六 然後還有太陽牌跟保健師的地位 為什麼會一直聽到什麼不要try so hard 不要不要這麼的認命 不要這麼的努力奮鬥 也許到時候真的會出現一個事件 或是某個人讓你覺得 我真的很想要很努力的抓住他 我真的很想要很努力的去把握住什麼的 或是想要挽回什麼 可是 這邊最後一訊息就比較偏 不用這麼努力 可以去平衡一下你努力的程度 平衡衡量一些 有時候收回來一點 因為有時候以退為進 反而是一個戰略你知道嗎 好 好 我想要多抽一點建議卡牌 我們都給牌組撕一點建議卡牌 TikTok TikTok 就看一下他的說明書 因為這副牌呢 我其實還在摸索他當中 有時候不是太 Oh TikTok他有說Divine Timing Imeasurable Time 就是他是需要有一個神聖的時間的 所以你就算用力過頭 可能也不太有用 我看一下 And even the body Something up Can and cannot be cold Everything has its season Everything has its season It's divine and appropriate tim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matter of the heart 對 就是當今天情境有關 人的心的時候呢 就是 很需要時間 的安排 就有時候時間是沒有辦法衡量的 他需要一個 緣分吧 就是緣分 就會有發展 所以 可能 有些事情 你也無法 透過人力去做太多 或改變太多 因為後面這些 真的有一種 很想要人力去挽回 人力做什麼的感覺 可是 你知道 大排都是偏 還有建議排也是偏 就是 沒辦法 你只能去體驗它 然後盡你最大的努力 這邊的最大的努力 不是說我一昧的付出 也不是說我一昧的被動 而是 適當的付出 適當的 等待接受 等待機會 OK 那我們來抽一點訊息 有關 你要怎麼樣去拿捏這個 尺度 好不好 這邊一直在講一些 就是真的很難去拿捏的東西 我也覺得好難講喔 因為它 它是一個很內心的東西 而且是很清淨的東西 就是很感受的東西 你這個尺度的拿捏 是真的挺難的 尤其我也不知道你們是什麼事件 你知道嗎 這裡的情境 可以很多種事件組合起來 我看一下好 你們要怎麼拿捏這個尺度啊 付出 跟 等待接收 在排除4的情境當中 你們該怎麼樣去衡量拿捏 我們要去衡量拿捏呢 我們要去衡量拿捏 怎麼樣去衡量拿捏呢 這裡的排的意思都比較偏踹踹看耶 就是先試一滴 先試兩滴 先試個幾滴 先走個幾步 然後你自然就會知道 你該用什麼樣的力氣去往前 我突然有個畫面 很像是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河流 然後河流中間的有一些小石頭 可以讓你踩著過去 那你踩第一步的時候 會去想說我要先踩哪一步 然後踩到第一二三步的時候 你也會去想 我下一步要踩哪一個石頭 它就是慢慢的堆起來的 然後那個力氣也是慢慢的去平衡衡量的 它也沒有辦法 很快速的就踩過去 跳過去 因為你會摔倒 所以就是一步一步來囉 然後先試一步一步兩步就知道了 對 好 看一下齁 所以你們的感情呢 我覺得還蠻 還蠻課題的 就不是去體驗就好了 還要你做點啥 對啊 還要你理解啥 的這種感覺 好 看一下齁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訊息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好的愛情感情訊息 就是要給牌主事 聖杯酒耶 哇 跟錢幣其事 我覺得經過這一連串洗禮之後呢 你勢必會得到一個很 讓你覺得滿意的結果 OK 這個滿意的結果 我不知道是單身還是有對象 但是就是會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 經歷這一點串的事件之後 因為這個錢幣的騎士看起來就是 很有希望的感覺啊 很清楚的看到遠方的方向 然後這梅酒也是挺滿意的 就是對於他所做的一切呢 都覺得很有成就感也很滿足了 所以至少對你而言 這一個整個結果會是滿意的 就是經歷了剛剛所說的這些事件之後 那至於 對 是這個 怎樣的滿意法 怎樣的滿意法 單身還是有交往 不知道 不知道 這邊真的沒有辦法看到這麼的 情境 因為 這邊的牌 就是這樣你知道嗎 有時候訊息就是這樣 他沒有辦法 很很很特定 尤其是 尤其是這邊的牌真的是 今天的四組牌都好難講 為什麼 為什麼不給我們簡單一點的 大家都經歷這麼難的嗎 連我也覺得我的好難 好 以上就是你們牌組四的訊息了 希望我幫助到你們 那如果你有想學這麼難這麼煩的塔羅牌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錄的 線上塔羅牌教學 也是一樣很複雜很麻煩 但是我有盡力的去把每一個教學都講到很仔細了 Yeah OK 那網址都在底下留言區今天去 你可以自己去參考 然後 感謝你們的高齡還有指導力來看這一次的訊息 指導你們看這次的訊息 希望我幫助到你們 Yeah 那我們就到這邊囉 換 也沒有 欸 沒牌了 OK 感謝你們 拜拜